九一一是因為美國的本土境內受到攻擊 那九一一之前 其實美國就已經對於中國大陸的國力上漲 是有忌憚之心的 但是他們雖然有忌憚之心 但因為九一一美國本土遭到攻擊之後 也開啟了歐巴馬 他繼續的 而且長期的在他的任內跟中國大陸合作 那所以一直到了下一任的這個美國政府上來之後 才等於說透過貿易的方式 跟美國有一點算是翻臉 開始美中正式的競爭的這個角色 也就是說當美國本土他受到威脅 或是說美國重要的盟友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必須轉過頭來 他可能要跟中國大陸維持一個比較友好的關係 那才能去穩定全世界的這個局勢 避免讓美國他在多面開戰的情況之下 反而損傷到自己過多的元氣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 那他們美國認為說是中俄在偷笑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是美國來自於美國自己的壓力 包含呢像現在以色列對於加薩走廊的一大堆的這些政策 其實雖然大多數的國家都說站在美國這邊 站在以色列這一邊 可是對於以色列實際的做法不滿的人非常的多 而且負面的意見負面的反應也非常的多 多數的人是同情弱者認為雞蛋跟高牆 我們要選擇站在雞蛋這一邊了 以色列跟這個哈馬斯的這個作戰 那是他們的事情 可是當很多加薩走廊的民眾 巴勒斯坦的民眾受到無端的波及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以色列才是內堵高牆 而這些無故的民眾他們是雞蛋 開始紛紛的選擇站在這邊 否則拜登也不用特別再去找以色列跟他們談這件事情了 十年的一帶一律 習近平的中國夢是越見越還是越遠 他成功了沒有 你如果要講全球的崛起 這當然是事實 而且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不是空的 比如說RCEP就是產物 然後中東海灣國家的經濟協議也是產物 還有非洲的聯盟 那現在也進入南美洲 所以我覺得這個廣義應該是因為他本身是基建大國 然後他需要鞏固全球的能源購買 所以他就要把基建貿易整整的都要弄出去 要有一些 所以他國家跟這些國家建立關係的同時 他的經貿也發展起來 比如說現在跟一百四十一個國家是最大貿易夥伴 這個跟一帶一路當然有關係 所以你可能用單一的去評估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可能會縮小規模 因為有人估計他大概二十趴變成壞帳 可是這個很多原因不是他能控制的 有的是當地政府的問題 那貸款給人家變壞帳 對啊 這很可能啦 對啊 老闆以前貸款給人家很多也都變壞帳 一樣嘛 其實全世界國家很多 將近兩百個 就是說很多國家 比如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支持他有八十幾個國家 很奇怪就打烏克蘭 有八十幾個支持他 雖然他沒有當選 這次一帶一路第三屆 峰會去參加了有一百四十三個 很多國家 平常也不太講話 不太表態 表態其實聲音比較大 就那幾個主要國家到省 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考量千百年來積弱不振的中國 竟然也有 沒有千百年 就百啦 百年啦 千百年 沒有千 百啦 滿千末年才這樣 康擁前很強 民朝也有作用 對啊 康擁前沒一千年啦 好啦 老闆對他來講 一千年一晃就過了 當然是啊 你們就是歷史的長河 這個觀念沒有建議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 他可以搞一無一代 你說他壞話的話 他是好大喜功 你說他好話的話 他是雄才大略 那現在因為全球不景氣的話 大家就債務也拖累 當地國也拖累背後的老闆 但是你憑心而論 如果老共不去的話 這些國家一入債還在窮 現在不管如何 不管後面的債務要怎麼散後 他畢竟在某種程度得到開發 那這個其實跟休息抵折陷阱 有關係 因為習近平一直給老美講 太平洋夠大 我們足夠兩個人游泳 但是老美一直說 你要游泳可以 你應該要在低島鏈的裡面 以西才可以 那是什麼 那是只准小孩游泳的潛水區 那現在現在老共說 太平洋算你強 那往後面 我往的後遠 甚至到你的後花園的 拉丁美洲 南美洲 甚至大家來比賽 南半球 但是我覺得 這個憑心講 兩個中國跟美國 如果沒有無限制的舉戰 其實兩個都沒有用